严热的夏天,清凉的穿搭是重重之重,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明星小短裙的搭配,健龄又显高的小短裙,看看明星们是怎么穿的什么,又通勤,得吧? 大标间柳文用军绿色衬衫搭配,牛仔短裙,这样的穿搭简铃又透着时髦复古,同时,也很通勤百搭,右边的沈茂晨黑色卫衣搭配格纹短裙,运动风和复古风的碰撞,非常时髦好看,绝巾为红色,P是搭配蓝色牛仔短裙,整体造型紧约而复古,非常的百搭通勤,张力则是粉色P是搭配牛仔短裙, 更加的简林少女心,亮黄色格纹短裙,搭配T恤,非常的青春料理,蒋梦洁也是格纹短裙搭配白色T恤,简约中透着复古料理风,这样的穿搭比有一番味道,李沁白T恤搭配牛仔短裙和格纹西装,造型简约优雅又利用,很时髦通勤的一套装扮, 右边李沁泽用拼接短裙搭配白T恤和短矿防晒衣,也是通勤紧约的造型,深梦沉黑白色的短裙搭配简单休闲的T恤,造型非常的青春简令,这样的他配显高又简令,很适合他这样小个子的身高,辣妈董捷添蓝色T恤,他配深蓝色白着裙,造型甜美又通勤,T恤上的印花,体现了他浓浓的少女心, 右边的张天爱红色格纹T恤加黑色白着裙,相比冻结,少了几分简单清河,但却多了一份高级时髦感,唐烟和西梦瑶的黑色皮短裙也是同型就时髦,唐烟是用黑色T恤做搭配,更加时穿修行一些, 超模型梦瑶则是用路腰穿款衬衫来了一个蝶穿,整体看起来更加的性感高级一些,张云西灰色格纹短裙他配同款的格纹小西装,腰部用同款腰风加持,整体造型复古时髦又很利落通勤,上班约会逛街都很合适, 挺甜的全黑色穿戴也很通勤亲手,黑色针织衫搭配黑色短裙,整体成本又显瘦,微微透视的针织衫增添了几分性感气息, 长得漂亮是本钱,穿得漂亮才是本时,学识用穿套技巧,做回穿衣的时髦巾,请关注美套看,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时尚资讯。